尊敬的香港同胞们 尊敬的历年从世界各地来到维园参加 珠光晚会的有良知的朋友们 我们代表天安梦母亲群体 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30年来维园的珠光陪伴着天安梦母亲们 走过了坎坷的历程 温暖着我们的心 天安门残爱已经过去30年了 但那个血腥的夜晚 北清上空激烈的枪声 装甲车横行之创 窗梭的救护车凄厉的呼叫声 顶废的人声 市民们为了保护学生 誓死如归对戒严部队沿途拦截的情景 以及亲人们最后的身影 至今我们记忆犹新 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 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底 我们痛苦过悲伤过 如今巨大的悲痛以化为支撑我们 抗争的动力 在和平时期 用军队屠杀反贪污反关岛和平请愿的学生 市民 这样的血腥惨案 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刽子手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绝不是一句轻松的政治风波就能够抹去的 更不是所谓动乱暴乱的谎言就可以作为杀人的理由的 默写的谎言最终掩格不了血血的事实 三十年来 天安门母亲群体不畏强权 置风沐雨 砥砺前行 追寻遇难者的踪迹 为的就是要讨还公道 就是要说出真相 拒绝遗忘 呼唤良知 寻求正义 虽然这三十年来 我们找到的遇难者只是冰山一角 但仅此一角 已能够证明六四镇压的残酷 这样一次由执政党主导 政府下令 调动大批野战军 撑着装甲车 真枪实弹 在首都街头杀害 手无存贴 和平示威的学生 市民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不遮不扣的草菅人命 杀人者 竟是国家的正规军 这是政府指使下的暴力杀人 是国家犯罪 三十年来 天安门母亲本着和平理性的原则 坚持真相赔偿问责的三项要求 多次向政府提出 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对话 但执政当局一直不敢面对 不敢回答 却在公开场合 用一句党和政府已有定论的梦话 作为顿词 这样一件在全世界 重目苦黑之下 发生的惨案 岂是少数领导人 一句话就能将事实抹杀的呢 历史证明 真相终将战胜谎言 正义比将战胜邪恶 虽然天安门母亲群体中 已有55位难属离去 但我们活着的人 将一如既往 承担起逝者的责任 不管路有多么崎岖 我们将奋力前行 感谢香港市民和朋友们 对我们的支持 天安门母亲群体 2019年6月4日